中国典型的南方姓氏 最先是以国为氏 得姓氏主为梁康伯 梁国开国君主为梁康伯 公元703年 国国 瑞国 梁国 群国 贾国 五国君主讨伐取悦武功 公元前614年 金国公子遗物出奔梁国 梁国将梁银嫁给遗物 申金怀公 梁国国君其中一位国君教梁国 因为爱好建设成阳 建新迷 却为其国夺取 梁国经常蒸发劳力 修建宫廷 成功 使得梁国民众疲劳 苦不堪言 公元前641年 梁国部分百姓在梁国 所居攻墙外挖沟 并扬言秦国将要发兵洗凉 梁国民众即为惊恐 纷纷出来 秦国趁机出兵攻灭梁 在641年 梁国为秦国所命 祖传说明是梁国民众不堪梁国意志 所以才被秦国亲一命 当昌 中国十六国时期末期至南北朝期间的一个羌族所建立的政权 其地相当于京中国甘销省南部 都城当昌城首领姓梁 梁秦首先自称当昌王建立当昌国 后来梁秦及其后续者 往往向比邻的南北朝政权纳贡 并受撤封 公元564年 当时的当昌王梁弥定 因雨犯北周 北周五帝大怒 命大将田宏 讨灭当昌国 并在原地设立当昌 当昌自此灭亡 梁国建于梁师都 公元604年 梁师都被免官归乡 于是交捷党徒 起为盗贼 公元617年2月初一日 梁师都杀害 数方郡臣唐世忠 占据数方郡造反 自称大丞相 并以突厥联兵 与随将张世龙交战 将他击败 三月 梁师都派兵攻占 刁营 洪化 延安等郡 于是继皇帝 为国号为梁 建立继元年 号为永龙 突厥死壁可汗 送予狼头大旗 并争以 大肚皮家可汗 解释天子的称号 梁师都便引导 突厥兵马 占据河南之地 攻把盐川郡 梁国后于公元628年被躺灭 没关系 好 知道了 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